大家好,我是经文管理师李小 有的人久坐久站之后会觉得腰部酸胀,隐隐作痛 有的人经常弯腰干家务活,一会儿就疼得直不起身来 更离谱的是,你打个喷嚏,伸个懒药,突然起身 弯腰捡东西都有可能会拉伤到腰肌,引发腰痛 那谁跟腰有关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经络的通畅最重要 下面就教你解开肝肾经的封印所在 好多腰腿疼的朋友平时都不敢轻易的锻炼 就怕一不小心又伤到了腰,越锻炼越痛 没关系,今天呢,你坐着不动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找一张椅子,坐在椅子上 把你的两条腿伸出来,双脚脚掌平放在地面上 先把你的左腿稍微的往前伸 把大腿呢,放在椅子外面,脚掌平放在地面上 在你大腿的前部,腹骨钩的内侧往下大约一掌左右 你可以摸到大腿内侧有条大筋 用两手的四个手指并拢 用力的按下去都能够摸到 腰不好的人这条筋会非常硬,也很酸痛 其实呢,它不是筋的问题 而是因为肝筋和肾筋都在这里 这里如果气血不通,相应的你这条筋就逐渐的变得僵硬变得酸痛了 我们用四个手指并拢啊,去拨揉它 这条大筋比较长,你就沿着前后来回的拿捏 就指尖用力就可以了,大约一百下左右 右腿也是一样的 千万不能因为紧张,用你的脚尖去点地,把你的大腿支起来 因为这样一来呢,我们的筋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紧张僵硬 大家在按揉的时候会非常的疼痛 放松你的腿,把脚掌平放在地面上就可以了 也方便我们疏通 右腿也是一样,要疏通一百下 有的人可能是觉得单侧的筋比较疼 那么你就要重点去疏通疼的这一侧 但是另一侧呢,也不要忽视 也适当的去疏通一下 这一个动作其实疏通了两条筋路 肝主筋,腰部的灵活运动主要就是依靠腰椎两侧的筋 在支撑和保护 筋出了问题,那你动不动就会闪到腰 动不动就会觉得直不起腰了 腰部的筋没有弹性了 肾主骨,肾气不足,那么骨骼就不够强健 腰腿都没有力气 手指会觉得揉得很酸,对不对 尤其是胖人,腿上的肉比较多 那你就要多用点力了 还有的人会摸到肩上面有硬疙瘩 非常的酸痛 那就需要在这个疙瘩处重点去拿捏 捏着捏着,筋软了,腰变软了 还有的人会打嗝 捏大约100下左右 身体微微的出汗就可以了 然后您站起来试试 看看是不是觉得腰背部都轻松了一些 大腿内侧的这个位置 它其实经络就是肝肾经所在 那如果你的腰部受了寒 或者是受了外伤 形成了淤血 或者是经络不通了 那就会在这个地方呀 逐渐的形成一个硬结 或者是形成一个组织点 它就像是一把锁 封印住了你腰部的气血 我们只要坚持经常疏通 它不堵塞了 不管是筋也好 骨也好 得到了充足的气血滋养 才能够恢复强健 好了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继续学习更多 经络穴位的养生方法 也欢迎订阅我的课程 家庭版12经络收工法 教你认识身体的每一条经络 找到经络上的预毒点 并且呢 徒手就能打开它们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